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它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所以这个辛亥革命发生以后 当然引起了学习界的高度的重视 有关这个事件和相关的人物 都做了大量的研究 这里我们讲建国以后 几种比较重要的大型的著作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辛亥革命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当于一直长时期没有做那种 非常系统全面的研究 那么大概在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那么史学界呢 当然就组织了这个辛亥革命史的这个编撰 第一套大部头的辛亥革命史 是由张开元和林真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 一共是三卷本 三卷本 一百多万字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这个李辛主编的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 也就是他的建国篇 三就是讲的辛亥革命 有八十多万字 第三步啊 这个大部头的呢 就是金冲鸡 福生五 两人所著的辛亥革命史稿 一共呢 是四卷本 四卷本 从篇幅来讲 这一套辛亥革命史 篇幅最大 也一百多万字 就是辛亥革命的主要 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 那么这里还要说一下 就是金冲鸡和福生五 两位先生呢 他们长期合作 就是一起写文章 共同庶民发表 这个在近代史学界的 当然常为佳话 你们去注意一下 就是以前呢 这个很多的文章 都是他们两个共同庶民的 辛亥革命史稿 也是他们两个 共同合作撰写的 那么除了这个 四个大部头的著作之外 其实还有大量的 这个辛亥革命的 这个研究的这个论著 论文呢 很多 著作也很多 涉及到各个事件 各个人物 各个方面都有 所以这个辛亥革命的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 那么这个 现在这个辛亥革命的研究呢 也在进一步的深入 当然全国这个研究辛亥革命的 几个重要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华中师大 华中师大因为是武昌首益的 这个发生的地方 所以这个武汉 一个华中师大 还有一个武汉大学 他们这个研究呢 非常重视 像著名的学者 张亥元啊 华中师大有一批 在研究辛亥革命 这就是中国社会医院 近代史所 近代史所呢 它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症 全国最高的研究机构 他们有一批学者 研究人物啊 研究这个事件啊 都有 再就是像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主要是 以薰中山的研究为中心 因为这个辛亥革命呢 薰中山是核心人物 所以他们那里 主要是以薰中山 这个经常 要召开薰中山的学习研讨会 再就是这个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因为 这个中华民国的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在南京 所以他们那里也重视这个研究 当他们着重于啊 就是中华民国史的研究 那么我们这里呢 富兰斯大 曾经林真平先生在来的时候 我们这里也是这个研究的一个重症 我们这里这个近代史啊 曾经是把辛亥革命 作为我们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 那时候我们这些老先生们 还有年轻的学者 开始都是重置辛亥革命的研究 那么以后呢 我们的研究呢 就扩展了 扩展了其他的领域和方向 包括这个华中斯大 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扩展了 不能够就局限于辛亥革命一个领域 就是以前这个在辛亥革命研究当中 这个比较的这个 注重的一些单位 当然有这些 但还有其他一些地方 也在做研究 也有研究 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呢 就要讲一讲辛亥革命的社会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这个概念 我们要弄清楚 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么狭义的说 辛亥革命是指 1911年武昌起义 继续各地响应 比如说讲辛亥革命呢 狭义的这个概念 它就是指 武昌起义之后的那个事件 推翻秦王朝 这个事件直接的 就辛亥年 辛亥年发生的事件 那么广义的说呢 是指啊 1900年 义和团运动之后 至二次革命 1913年 二次革命 这样一段历史时期 这是广义的概念 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呢 当时从广义的这个角度 去研究 所以我们要讲辛亥革命 也是从广义的这个角度 这是我们 首先要交代的一个问题 那么辛亥革命 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啊 20世纪初年的这个社会矛盾 20世纪初年 也就是辛亥革命时期 中国的这个社会矛盾 以后团运动失败以后 中国办封建 办殖民地的社会 基本形成 完全形成 可以说 完全形成 那么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又结成了一种新的关系 使得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啊 更加的错综复杂 那么主要矛盾 次要矛盾 是什么 这个就现得了 不易 不容易分辨 但史学学在这个问题 它有不同的意见 就是一要团运动以后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它有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 认为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 是民族矛盾 理由呢 就是义和团失败以后 这个民族矛盾在激化 辛亥革命 它就是民族矛盾的激化而产生的 辛亥革命呢 它是因为民族矛盾的激化产生的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毛泽东说过 辛亥革命是隔帝国主义的命 因为清亥革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 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 拿这个做依据 说这个辛亥革命主要的矛盾 就是民族矛盾 因为它是隔帝国主义的命 是毛主席说的 这是一种意见 第二种意见呢 它认为 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反动同盟之间的矛盾 第三种意见呢 就认为 是人民大众 和帝国主义走狗 清王朝之间的 激进矛盾 那么这个三种意见当中 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较的接近 这个说法呢 不同 第二种意见呢 因为它认为是与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盟 之间的矛盾 和这个同盟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 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走狗 亲王朝的方式体现的 也就是说 民主矛盾与阶级矛盾 以反对亲王朝的方式 表现出来 以反对亲王朝的方式 表现出来 民主矛盾 阶级矛盾 它都是通过这个方式表现出来 那么如何看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呢 当然就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来说 主要的还是导演于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但是辛亥革命 以国内战争的方式进行 国内战争的方式 它是由于民主矛盾 在表面上有所划过 表面上有所划过 民主矛盾 而阶级矛盾呢 显得十分的尖锐 也说 它主要的就体现在 人民大众和亲王朝之间的这个矛盾 但是并不排斥民主矛盾 所以我们就分析一下 第一呢 就是民主矛盾的深化 这个民主矛盾的深化 体型在什么方面呢 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啊 就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 不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民主矛盾 其实民主矛盾继续在深化 异合团任务之后 即现在第一 异合团失败之后 签订了新筹条约 这个条约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新筹条约啊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个条约使得帝国主义列强 它全面地控制了清政府 政治上 军事上 外交上 金融等等 前面我们讲新筹条约的危害 它的内容 危害我们就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就是这个清政府 它不仅在政治 经济 这方面为列强所控制 而且在军事上 因为它控制了 从这个山海关到金斯的这个交通线 所以实际上 军事上 也为列强所控制 列强能够把清政府控制在自己的手心之中 那么这个显然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 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标志 而且条约强化了 就是这个清政府 镇压中国人民反地运动的这样一个义务 强化了 所以这个清政府的这种巨外 有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和列强的这种关系更加紧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体现在 体现在 列强各国在中国的激烈争夺 加深了民主灾难 这列强 还在继续地 从中国摸取各种权益 所以他们继续在中国进行争夺 比如说 俄国拒捕撤兵 他对东北啊 一直啊 抱有啊 这个企图 不愿从东北撤兵 一会儿 台湾运动的时候 他趁机占领东北 他就与日本发生矛盾 这个日本呢 也盯着那个地方 因此呢 发生了日俄战争 在中国的领土上 发生这么一场战争 就表明了列强争夺的 这样一种激化 矛盾的激化 这就是英国 这个侵犯西藏 英国侵犯西藏 有一个电影 叫什么 红河 金河谷 看过没有 也放了好些年了 其实就是讲的这个时期的这一段历史 这个英国当时侵犯西藏 侵犯西藏 西藏人们来抵抗他的武装进犯 再有 就是这个德国用武力压迫清政府 租借洞庭湖 或者是博洋湖 要把他的势力 伸进长江流域 这个长江流域 当然受于英国的势力范围 这个德国的也想打进来 这说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争夺 还有 这个英法在云南登审 也在积极地进行各种活动 也扩大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权益 其内利益 美国呢 也在使徒啊 插住东北 插住东北 那么这一些都说明 在1905年以前 帝国主义依然在加紧 分割中国的权益 中国的前途啊 依然是十分险恶 并不是说他因为放弃了瓜分 中国就好像安然无事了 其实中国的前途一直是十分的险恶 这是第二个体现 第三个体现 就是啊 各国列强加强了经济侵略 经济侵略 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那么首先体现在 资本输出 呈现出啊 家属膨胀的趋势 资本输出 从这个生产资本 借贷资本 等等来看 啊 就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在膨胀 我们看这个路况方面 截止到1911年 我们先看这个路 截止到1911年 中国已经完成的 9618公里的铁路中 帝国主义各国分别直接 和间接控制的 占了93.1% 那也就是说 中国的铁路 基本上是控制在列强手中 93.1% 那么1901到1911年 陆续开工先进的铁路 就说金铺啦 约翰啦 龙海啦 府邻啦 还有 这个府航永啦 17条 其中多数都是在这个时期 完工 这是从这个铁路 路权方面来看 这个争夺路权啊 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路况力权 我们再看矿权 20世纪初几年 全国十几个省区的重要矿权 相继被英 法 比 比利时 美 美国 俄 地等国所办战 就全国各省的矿权 也被他们所攫取 这是路况方面 路况方面 那么这个路况啊 确实有些触目惊心 在当时都引起了 极大的这个关锯 这个社会啊 各个阶层啊 这是路况力权方面 好 我们再看航运 航运 对中国远洋 远海 内河 这个航运的垄断 航运的垄断 中英蓄意通商行传条约 中美的通商续约 中日的通商续约 这样一些条约 还有附建 就进一步的扩大了 外国船只在中国内河行使的权利 就所谓内港啊 就在中国这个内河行使的权利啊 进一步的扩大 这个外国的轮船公司啊 它是垄断了 中国这个外洋的行运 那基本上都是外国轮船公司 外洋的行运 就是到国外 这就是呢 远海的航运 远海的航运 也是他们垄断了 也被他们垄断 远海的 那么内河呢 这个内河主要的河道 比如说这个长江 中国的主要的干河 这个长江 也为外国列强的轮船所垄断 长江 还有一些重要的河流 大河流 那么中国的这个航运业啊 占优势的 就是在内河的一些小江小河 就所谓内港 它不能行那种大沦船的那些地方 中国倒占了优势 也就是中国主要的航运业 完全是由列强 各国所控制 说垄断 这是对航运业的 这样一个垄断 好 我们再看在华设厂 在华设厂 这个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 外资厂矿 这个资本额啊 在不断地增长 1895到1913 136甲 一亿多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它等于以前50年的13倍 以前50年的13倍 当然这个136甲 这个一亿多元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规模 比起来算不得什么 但是我们要有个比较 就是和以前的比较 它和以前这个50年 相当于以前的50年的 这个13倍 说明它的这个增长的速度 都很快 很快 那么在1895 1913年设立的136甲当中 又有107甲 是1901 1913年创办的 就是辛亥时期创办的 辛亥革命时期 107甲 主要的 这是在华设厂 当然这个也受于生产资本 就是这个资本输出在扩大 另外呢还有借贷 也就是政治债贷 也就是政治债款 这个借贷 一乐堂运动后的赔款 是4亿5000万两 一乐堂运动后的赔款 是4亿5000万两 因为它无力支付 就转成了39年分期贪富的外债 我们前面讲过 9亿8000多万两 另外还有铁路 这个工矿 电信等等方面的贷款 截止1911年 这个外债累计 12亿两 12亿两 1902年以后 这个每年要向债主 缴纳45000万两 就是还债负息 每年45000万两 就中国这个借贷 资本 政治贷款 这个负担也是非常的沉重 那么与此相关的 就是银行业 金融业 20世纪初年 就外国的银行 已经形成在中国金融系统中的垄断地位 中国的金融也被外国银行所垄断 这个就非常的严重了 因为这个金融业 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命脉当中最重要的 现在这个金融 银行也是为外国所垄断 这是我们从资本输出来看 在加速在膨胀 那么其次 我们从商品输出 就是外国的对华贸易来看 也在进一步的扩张 前面我们觉得是讲资本输出 因为这个资本输出是 甲午战后列强对华侵略的重要特点 那么与此同时 这个商品输出 它也没有减弱 也在继续地扩张 那么我们一个是从这个通商口岸来看 通商口岸 1843 1899年的56年间 那么历年所开商户是多少呢 45处 就这个以前的56年 开了45处商户 那么1901到1910年的10年间 就达37处 那么这个商户的开放啊 它就体现了反映了商品输出的规模 而这个10年它就增加了37处 这是一个标志吧 我们再看外国的商行 外国的商行 1895年据统计是603家 外国在华的商行 那么1901年就增加到1102家 到1901年增加到1102家 到1912年就增加到2328家 同学们可以想见 在新台时期 就是外国商行在中国增加的这个数量 数量 好 那么从通商口岸 从这个外国商行的增加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推断出 这个商品这个输出的扩大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指针 可以看出来 就是对外贸易的入超 对外贸易的入超 这个更能够体现出来 那么这个入超在19世纪末 大概在3000至4000万海关粮 19世纪末的时候 这个入超三四千万海关粮 那么20世纪 进入20世纪以后 这个入超的数额是扶摇直上 最高年份是突破了两亿海关粮 突破了两亿海关粮 那么同学们想想看 这个入超啊 就是反映了外国商品的这个输入 那么从这些来看 这个定位主义的经济侵略加深了 更把中国推到了半殖民地的深淵 破坏了中国的经济 使中国的民族灾难更加深重 更加深重 我们讲了这个民族矛盾的这个深化 民族矛盾的深化 它有它的特点 就是虽然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实际上在深化 但是这个矛盾的在形式上 有所缓和 在形式上有所缓和 而民族矛盾 形式上有所缓和 是由于啊 这个列强逐渐收敛了 瓜分中国的这个叫嚣 所以它逐渐收敛了 就瓜分中国 19世纪末啊 那时候是盛嚣成上 哎呀 瓜分中国 现在它不怎么叫了 不怎么叫了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讲义和团的时候讲过 一个是由于义和团的打击 一个义和团的打击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们就感觉到 这个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统治中国 因为义和团所体现的 这样一种民族精神 所以他们就感觉到 这个中国是没办法去统治的 所以不能瓜分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帝国主义啊 在这个问题上 意见是不一的 有的是不足能瓜分的 要保全中国 当时就提起来保全 从瓜分到保全 就反映了帝国主义清华政策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保全呢 它的目的是不劳兵而有人国 不劳兵而有人国 就改变一种方式 偷保全之民 行灭国之时 托保全之民 行灭国之时 它的主要不是用这个战争手段 而是通过控制清政府 加强经济掠夺和政治文化的侵略 所以这就使得这个民主矛盾 在表面上有所反合 但实际上在继续深化 表面上在反合 因为和十九世纪末比较起来 它那种武力侵略的色彩减弱 所以它这个表面上是有所反合 怎么认识 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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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